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開箱一個人體工學椅 那麼人體工學椅不是都差不多嗎 我們這一款不一樣是標榜音樂人用的椅子 那我們來看看音樂人用的椅子有什麼特色 來開始 好我椅子組裝好了 來做做看 那麼 他這個 特色呢就是他可以 做 扶手的收納 那因為我們如果是音樂人的話 彈吉他的時候 你這個扶手在這邊 看我都擋住了 所以我沒辦法彈奏樂器 所以呢他 針對音樂人設計的話 這個扶手是可以下來的 那麼他下面配備的輪子是靜音輪 所以 當我在移動的時候呢 並不會 比較不會聽到輪子移動的摩擦聲 所以呢 這個我們在錄音的時候就很需要 因為他要靜音 那麼 彈奏樂器的時候 那麼可以選擇 如果說 單手的話 這邊可以 可以拿起來 那他另外呢 這個可以調高低 可以高一點 可以低一點 扶手要高低可以調 那麼可以 可以 可以 那麼這個扶手的話 可以調高低 然後 後面呢 有一個小口袋 我們可以放一些我們常用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扶手的前後位置可以調 但我如果太靠近桌面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調後面一點 所以呢 他是提到上下之外 還有前後 那麼還有 收起來的功能 那我們這次開箱的兩款 另外這一款是有靠枕的款式 那靠枕款式呢 他除了 功能都一樣之外呢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 調整 座位上下的位置不太一樣 這個可以調整 高低的位置不一樣 然後呢 另外這一邊呢 他有一個功能是 當我把它鎖起來的時候 他是不會往後躺的 可是呢 我把它釋放之後呢 我就可以躺下來這樣子 他多了一個躺的功能 因為呢 他這個靠枕呢 是可以調整的 我可以根據我的 身高 他這個上下 還有這個 前後也可以調 可以調到我比較想要的位置 那麼 你就可以 躺個睡午覺 這個一樣可以調 那他這個 背部呢 是使用透氣的網部設計 那可以支撐我們的背部 他有彈性 那這個呢 坐墊的部分呢 他的彈性也相當不錯 所以坐起來呢 還蠻舒服的 就是軟硬適中 他沒有跟廠商加購了這個椅套 那椅套的話 如果怕他 這個張霧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把它 穿上去 他要變另外一個顏色 那經過使用 我就覺得 這個椅子 他質感不錯 台灣設計 台灣製造 那我 有時候 在做音樂或 剪影片的剪接的時候 我們長時間坐在這個椅子上 實在需要一個 比較好的人體工學椅 來 讓我們身體 比較舒服一點 那麼 也推薦給大家 那下方有我們 可以購買的資訊 可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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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